You are new You don't just know your sto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云 欢迎收看今天的 就是爱住设计家 我们今天有一个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豪宅 要介绍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它处于台北市大安区的 完美黄金地段 而内部空间 它又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它交屋的时候 每一户都是毛培屋 毛培屋可能对于 大部分人来说 我的天哪 这么多的空间 要怎么去规划 可是毛培屋放到了一个 有才华的设计大师的手上 仿佛就像是一个艺术家 拿到了一张干干净净的画布 它可以尽情地挥洒 它的创意 我们请到的是 靖峰设计总监 由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独特的住宅案例 一个完美的豪宅 我们讲到要注意的 大环境还有小环境 小环境当然就是 室内的一些空间 包含建筑物本身的一些 设计巧思 而今天我们在的这个建案 大环境旁边就有 华山英文中心 大安森林公园 还有自由广场 而我们今天跟我们的这个设计总监 靖峰设计总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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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 今天要跟你好好聊一下 你的这个最新的作品 据我所知 这一栋豪宅 它另外的一个特色是 交屋的时候整个都是毛培 又是挑战 也是一个惊喜 仿佛给了你一个 完完全全干净的画布 让你尽情的归杀你的创意 对 那没有错 因为这个建案呢 因为它在大案区嘛 至少要有一点豪宅规格的设定 对不对 对 所以建商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就参理规划了 双拼 全装80平左右的规划 所以这个案子呢 我们觉得说 毛培对于豪宅配合降板 降板在水区的部分呢 我们在规划上 可能可以有多位的想法 甚至于你移动了任何的马桶位置 只要在水区的降板区 你都还可以保留一个地平 是平面的 不用抬高 为了改变管线位 所以这样的规划呢 我觉得对于一个这样的品数 跟豪宅的规划是最棒的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可能一般人 不一定知道这么多细节 但是你今天讲到了 我们才知道 哇 其实这些关系到 后面的设计跟灰杂的空间 差别很大 这样的一个品数跟空间呢 我们可以设定到三房两厅 而且呢 工领域跟室领域 都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完美跟比例 也就是说它可以空间 放大供领域 然后在房间呢 又有足够的一个空间使用 那三房的部分呢 除了主卧带有 大的浴室跟鱼帽间以外呢 另外两房呢 我们是希望说 它是有一个小孩房 跟一个未来空间 暂时可以当客房 我们希望说玄关客厅 餐厅这个顺序应该要对 然后呢利用餐厅跟一个清食区 去切开公式领域之间 用空间去切空间 那也就是说我穿越这个空间 才是私领域的概念 最常使用的这个叫做 所谓的清食区呢 是放在比较核心的位置 在这里面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材质本身 它的色系 是非常非常温暖 然后优雅的 选用的搭配 也还蛮多样化的 这个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材质的选择 跟不同领域 是不是有不同的搭配方法 因为我们设定的风格 是一个豪宅的 轻奢的现代的设计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情理之下 我们希望说简化是一定要的 但是简约不等同 简单 这个有趣喔 来讲一次好好讲 我们会注重很多 易材质的搭配跟选择 那在这边 我们其实用了大量的什么 食材类的东西 像地平面积最大 我们用的食音石 那为什么用食音石 因为它硬度非常的硬 那搭配上 我们有几个主墙的主视觉 像电视墙 我们用的纽约纽约 然后餐厅背墙 我们用的雕刻白 那这些都是一个白色系 或者是米灰色系的色彩 然后玄关的部分 我们搭配一个彩色的食音石 我们达到一个叫做视觉的奢华 那使用上它是耐用的 然后再搭配一些装饰性 比如说会有一些金属板 金属条 来做我们的物件 甚至我们的分割线 然后其实我们在整个空间当中 有时候免不了很多的收纳 还有房间门 这些怎么办呢 我们用一个色系 就是一个比较浅灰色系 我们利用颜色跟线条的分割 去去化掉门板跳色 柜子跳色全部不见隐藏门的设计 在公理率当中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叫做 统一视觉的简单 这个简约当中就是我们讲的它不简单 因为它太多的材料要组合 所以设计的搭配呢 我们会先从3D模拟整个色系 简约跟奢法当中达到一个平衡点 那最后呢 我们再去搭我们所谓的软装 所以我们所有的配色呢 尽量在软装的部分去搭配色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沙发 在客厅当中我们希望说达到一个 比较休闲的氛围 所以我们用一个皮革色 那像餐桌还有像我们的中导的配色 我们是希望说它带一点绿色的颜色进来 所以餐桌的部分 我们是一个绿色的花钢石 然后在青石区呢 我们配一个墨蓝底色的蓝 我们是在简约当中有变化 我刚刚就注意到 其实进来这一面整面的大的窗户 跟采光跟它的视野 都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这个有影响到你当时要怎么去 摆里面的软装跟摆里面 不同东西的面向吗 对 因为我们平面规划的时候 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餐 跟客厅的一个共同位置 客餐能够在同一个空间 它取到一个叫做 共用空间放大的效果 可是它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开窗方式 可能会因为建筑外观的设计 它并没有办法一致 也就是说它可能有落地窗 有腰窗 有小窗 那怎么整合呢 用一个手法叫做 大面的蛇行脸将这个公领域串接 变成是一个大面的落地窗 就很大气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了 私领域的部分 在这里你规划了三个房间 我们先从主卧开始 主卧里面有些什么样的 你精心的设计用于介绍 对 因为主卧它其实是一个 男主人女主人的品味或是生活 在主卧的床头 我们设定还是比较奢豪的一种 材料设计 那当然在空间上 我们希望说把顺序也分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在衣帽间 要进主卧浴室的前面 我们先做一个 女主人专属的化妆台 因为它可能会洗手 或者是需要取用水等等 主卧浴室我们是一个 四件式的设计 其实这空间希望更多的收纳 所以我们在脸盆台 上面我们设计了一个静柜 一直拉长到马桶的上方 小孩房因为我们设定的话 就是重点它有一个书桌 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光线 所以我们利用窗边设计了 这个叫做小孩房的书桌 它会比较像饭店的那种想法 因为它会成长 我们都建议说它是活动家具 我们不要把它做食物 然后还有一间 对 然后还有一间 其实目前它可以当客房 所以设计上 我们也会比较中性一点 那这个客房 未来可能是二宝出生了以后 它可以当它的房间 真的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规划 都已经被你想得一清二楚的了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住宅 你希望给屋主员现的那种设计风格 它可以领受到什么 因为这样的风格 百看不腻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规划一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除了视觉 我们希望说它是很耐看以外 它耐用 而且它未来住在这里 至少十年二十年的家庭成员的改变 它都还是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空间 可以很喜欢住在这里 回家就不想出门 我觉得今天这段话讲的蛮有感的 把家里面设计到 跑到真的让你进来就不想出门 这当然就有回家的感觉了 今天很开心 熊凤董也跟我们分享了 你的设计理念 跟你对于这个屋主 可能他会要面临的需求 你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人 大家全部都设想进去 帮他们勾勒出一个形体出来 那完了他们在这里面 会不知不觉当中 真的回家了就不想再出门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看一间浪漫的三口之家 既然这个房子当初这么完整了 我们建议他先入住一段时间 他入住以后就确定了 他觉得真的不是他想要的 体验坦性的生活空间配置 我觉得当初给他的建议就是 能不能把一房打开来 那一个安定的空间 另外一个是未来可变动的空间 感受放松的聚焦场景 讲到公共空间的部分 这里也算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你的设计 让人进来都不想出去的感觉 享受以温游记的辽阔围景 我希望睡眠的部分 包含化妆区的部分 可以整个往景深的部分去做衍生 欢迎收看就是爱住设计家 我们将为您呈现兼具工作与生活的 简约亲子宅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聂云 欢迎收看今天的就是爱住设计家 其实老屋旧屋翻新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你们想想看除了里面所有的设备 可能要翻新以外 它的动线 它的格局 它的收纳 是否能够符合现代都会人 生活的步调跟节奏呢 好多好多的细节是要考虑进去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作品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里面有很多的巧思 而让这一个旧屋有了新的生命 符合新的屋主 它的一些生活需求 跟生活的习惯 我们今天很开心 再次的请到非常有才华的Claire 这是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作品的主要设计师 来好好介绍一下 她在这一栋住宅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巧思 Hey Claire Hello 还开心又看到你了 这个一转眼时间不好快 上次去你家 然后看到你的作品那么让人惊艳 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作品 要介绍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客户比较特别 他其实是买当初我们帮建商做的 食品屋的案子 里面的需求他觉得是有满足到他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契机 他就又找了我们 觉得你太厉害了 没有就是刚好有配合到 真的起时间的考验 而且又是一个缘分 对对对 好那这一个屋子进来 听说你一开始的规划 其实跟屋主之间来来回回 就沟通了很多次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旧屋繁金的房子 就是他其实前任屋主 也装修得非常认真 其实一开始他们长辈有点纠结 要不要把这么好的装修 整个砍掉重练 其实老实讲 一个房子做局部的拆除 再去做好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点会是相对困难的 就比如说一个女生要重新整容 跟他要在原本的基调下面做出好的妆容 我觉得应该是后折比较难 那其实那时候跟客户聊一件事情就是 我也不希望他做让自己后悔的设计 既然这个房子当初这么完整 我们建议他先入住一段时间 他入住以后就确定了 他觉得真的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其实进来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告诉你他使用过的体验跟体会就是什么 然后从这里你再去挖 这也太贴心了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 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入住以后就确定了 前任屋主把收纳整个做满了 那在这个空间里他就会觉得感受是拥挤的 一开始买这个房子 我是蛮喜欢他原本的装潢 但是后来总监有建议我们先来住一下 然后去发现说原本的装潢 跟我们实际的生活需求有什么差别这样 然后到后来就发现他的收纳做的很多 所以走到蛮窄的 然后小朋友容易跑来跑去 可能就会撞到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原本只是要做一个部分的改装 然后到后来就决定就几乎就全才重做这样 所以就是在想说要怎样就原本的格局 然后去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 那这一个案子其实它最困难的还有个地方 就是因为客户有考虑未来的无障碍空间 那我们就要考虑尽量运用他原本的管线 在不垫高的情形下去做设计 但是老屋该修改的又必须要把它调整掉 所以这个部分会是一个我们在做旧屋翻新 最有趣也是相对困难的地方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作品的特色 屋主的需求 里面的成员大概就是一对夫妻跟一个小朋友 他们不确定未来 有没有可能再增加另外一个小朋友 应该说两夫妻还没有一个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当初给他的建议就是能不能把一房打开来 那一个安定的空间 另外一个是未来可变动的空间 所以有一个可能性 对 就是这个可能性是他未来可以变动 但是在不变动的情形下 他也可以把尺度开到最大 所以当初的这个空间我们把它设定为多功能 那多功能的部分我们就希望它延续客厅 延续到餐厅 那也延续了爸爸的小空间就是他的小厨房的空间 这个房子我觉得让我感觉蛮强烈的是 一进来从玄关开始 就仿佛有了一个新的氛围 那玄关走进来 其实各个区域也有他不一样的巧思 这一点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上一个屋主 他的颜色是深胡桃色系 他发现这不是他要的 所以在整个色调里面我们又调到了 比较符合他心中想要的 很简洁的颜色 很干净的线条 那从我们大门入口玄关处 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设计 就是找了一个比较少人用的意大利砖去做延伸 这个案子的地板是用海岛地板 它眉的地方就是它眉块的基底跟它的颜色 它其实是有点些微的色差 但是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韵味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海岛非常有魅力的部分 那在这个区块里的餐桌 反而是一家人脚步跟动线最多的地方 在这里人跟人之间就是他们的互动 情感的联系 我的设计理念里面 我常常觉得餐桌是一个维系全家人紧密的地方 那这个案子里面也一样 其实这个餐桌串联了书房空间 客厅空间 小朋友的游戏空间也连接到厨房空间 那我们后来就挑了一个我觉得很惊喜的食材 我们在拼花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居然可以拼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我再仔细来研究一下 刚刚好它切开了就是一片爱心 拼花是我们公司也很擅长去做的 那我们在拼花的过程中 我们当它发现有机可循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把它调整到 是我们要的比例大小尺度 那刚好也很符合这个案子的尺度 其实这个男屋主 他的工作是自由业 现在这种很多 对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在家 就是24小时的时间 那当初在讨论的部分 就我刚刚讲了 他很在乎 第一个他的工作 在这个环境里面舒不舒服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需求 就是等于他长期坐在这个办公桌上 所以我们也做了升降桌的设计 那基本上升降桌对我们来说 可能骨架沿用 但是设计感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延伸 在这个空间里这样子 第二部分 其实有一个他很在乎的就是 他不希望有任何间接照明 原因是因为 他很不想要有强物纳垢的可能 但是灯光又要够亮 当初最多的设计就是 我们在天花板加了调灯的设计 那在这个细节上面 就可以满足他要有灯光 有美感 又可以符合不要有间接照明 跟藏物纳垢的需求 其实房价蛮贵的 所以我们希望 就是地平的空间可以大一点 我们就希望地面上 不要有处司机啊 空间型机那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有请总监 全部都把它上到天花板 然后还为难他说 这是天花板的金面糕 我就觉得整个房子的采光 在他改完之后 加上灯光整个明亮度就蛮好的 所以就很希望他整体的设计 我们刚刚讲到公共空间的部分 就这里也算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公共空间 我觉得 哇你的设计 让人进来都不想出去的感觉 因为这毕竟是所谓的白晚夜景 所以我们当初在 跟他建议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以没有电视墙的概念去做 所以这个案子 他其实是做投影布幕 那现在投影机跟投影布幕 可以做到的登记非常高了 就是我们可以在白天的光线底下 去看到很清楚的电视画面 所以这里有一个家庭戏院的 这个娱乐的功能 那器材怎么都看不见 好 其实我们就是让它的器材类的东西 全部收纳起来 那一般来说 机柜的部分的配置 我们现在也要很担心 就是比较 等级比较高的配置 其实它通常机器本身热度是很高的 那如果只是留一般的散热孔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在设计的部分 我们包含旁边的大柱子 一起包掉 去做了一个机柜的设计 让它的散热可以做到最好 又不会失去我们想要做的一些设计的细节 那其二的部分 其实屋主还有一个重点 就刚刚讲它自由业也在家 所以它会很在乎说 因为它是一个24小时都需要冷气的人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它要怎么样在这个功能领域 尺度比较大的情形下 做到最节省的部分 对 我们就做了一个拉帘 对 所以在设计上面 我们至少可以让它透过这个拉帘 隔绝了两个空间尺度这样子 OK 那刚刚讲到了 我们这个是老乌翻新 除了老乌翻新这个过程 你要多一些巧思以外 据说你还有一些东西是保留的 像是什么呢 其实我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前屋主客厅的部分 他们留了一大面墙的书墙 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骨架 再把整个颜色做过调整这样子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设计蛮有趣的地方 然后当然也延伸另外一部分 屋主也有提到 它的当初的家具 其实前屋主保留都是很不错的东西 那有没有机会保留 那我后来发现 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 刚刚我们餐厅区做的位置的餐桌 那只是整个颜色的配置上面 我们再做了一些微调 新家的东西有它的餐椅 我们用它的餐椅的配色 去呼应餐桌的部分 哇 看到了这里 光是玄关进来 宫领域就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巧思 那接下来我们 私领域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有一个多功能房主卧 里面还有很多惊喜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这个是属于功能房思维 跟我们讲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第二个 未来如果留给小朋友的空间 但假设他们真的没有计划生第二个小朋友 那这个地方就会是一个多功能空间 那这个案子的这个空间里面 也结合了很多我们实际上的需求 比如说这案子当初没有全热交换机的管线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结合了全热交换机 进来的管线 在这个区域的下方 其实是未来我们预留给单人床的尺寸 那再来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假设它是一个多功能空间 我们希望的部分 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书房 上面的部分我们留的就是memo墙 然后一些动动的部分去 比如说展示小朋友未来的一些作品 所以这个空间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大型的物件在上面 其实主要是我们在设计面 都先把它做保留 插座 开关的位置 都要在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定位的空间 而且这样子等于是 目前公共领域的一个延伸 所以在它有独特的使用规划之前 它其实把这边敞开了 好像感觉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延伸 对 就是期望可以把它保留到尺寸最大 接下来我们要请Clear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算是无敌主卧 太美了 这个案子的配置就是我们其实有修正了一些 工区延伸到睡眠空间的配置 那进来的部分就是我希望睡眠的部分 包含化妆区的部分 可以整个往紧身的部分去做延伸这样 那在收纳上面也是满足它的需求 那延伸到主卫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用暗门的手法去做在这个空间里 利落一点 对 比较利落 也不会感觉切得很碎这样子 我觉得它那个书桌做得很漂亮 对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书桌可以跟床头柜连在一起 这个书桌我太太应该会蛮喜欢的 主卧以外还有一个孝心房 也算是小孩房 这里的规划帮我们讲 因为老实讲这个案子的家人 其实是长辈在高雄 所以其实在第二个空间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让它的弹性更活用 以长辈但是可以同时给小孩的时候 去做使用 这个空间也有得很大根的柱子 那它的梁也是在上头 那在做这个设计的部分 我们想要让它柱子的部分可以确化掉 所以我们让它的细节去做了一个框 在框的里面再结合书桌的功能 所以功能的部分我们希望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今天我觉得真的每个地方都充满惊喜 又看到一个你好厉害的作品 这一次跟这个屋主的搭配 你希望呈现给他 或者是呈现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整体来讲一些什么样的概念 我最希望给屋主的部分是 结合他本身的需求 然后量身定制给他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给的设计是贴近生活 去给任何一个找我们的屋主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做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移屋主席 和我们的移屋主席 那边的人缘一般 云上眼熟 所以我们的移屋主席 就是我们的移屋主席 而云上眼熟 就看到的是真的 都在这种移屋主席 移屋主席 我们的移屋主席 你也有顺性 其實每次接觸到退休仔的時候 每個屋主他們心裡面已經有個畫面 我們能做的在空間上面 其實就是把人跟空間串連在一起 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質 跟未來居住的需求 像林雅這個案子是子女買給父母居住的 我們希望營造出來這個空間 讓居住在裡面的長輩可以覺得很放鬆很舒服 當子女還有帶著孫子一起回來玩的時候 也可以很方便在這個空間裡面使用 我們利用唯一的採光面 讓它引光進來到裡面的空間 配色上面我們就是用比較淺色系的 讓它一路貫穿在我們的開放空間 可以使空間放大 主臥室的部分我們有一面很漂亮很大的落地窗 我們選了一個芥末黃的色調搭配一點點線板 住在裡面的長輩可以有被陽光照耀很溫暖的感覺 五位浴的入口做了一個緩斜坡 我們未來如果需要看護來或者是協助主人進去廁所的時候 就可以輪椅把它直接推進去到浴室裡面 因為屋主沒有浴缸的使用習慣 我們把另一間的尺度放大到其實可以佔兩個人在裡面 需要另外一位去幫屋主灌洗的時候 可以去應應那樣子的一個需求 南港這個案子呢 屋主他是住在透天的房子裡面 然後要轉換到公寓 他們很喜歡旅遊 所以他們一路上蒐集了很多不同顏色大小的紀念品回來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喜歡比較簡約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幫他們把這些東西展示出來 又不要讓整體空間看起來太混亂 仍然保持有那種優雅的感覺 所以在空間上面我們就是也是用了一個前色系 把它當成是個背景 這些物品就會讓它是浮現出來的感覺 客廳的空間我們有多規劃了一個書房 半開放式的不僅是讓我們的客廳跟書房有一個層次在 可以讓兩個人在不同的空間的時候 還是可以互相照應到 浴室裡面這個地板沒有任何的高底差 未來也是一樣有輪椅的需求的話 它就可以很平順地走進去 進去到這個空間會有一個洩水的坡度 是往我們的淋浴間去 其實水也不會讓它噴出來到乾去 淋浴間裡面靠窗戶的地方 我們有做了一個小平台 讓他們方便坐在那邊去洗澡 所以對他們未來其實還滿完善一個很好使用的空間 北投這個案子 其實屋主們還沒到退休的年紀 他只是預先規劃 這個案子是一個對稱的格局 客廳跟餐廳、廚房、開放空間在中間 兩端是兩個套房 其中一個套房是女兒在居住的 另外一個是男主人、女主人的空間 那空間其實是走黑白的一個色調 依照他們喜歡的現代的感覺 我們特別在客廳的部分 做了一個greenhouse 他很喜歡這樣子一個串聯 他這個greenhouse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小空間 他隨時都會出去去照顧它的盆栽 主臥室的旁邊是一個多功能式的 屋主他們是很好客、很熱情的 常常會希望邀請朋友一起來家裡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下纖式的床 有一些玻璃門片可以拉出來 把整個空間包覆住的時候 它又變成了一個隱藏式的客房 在美濃這個案子 其實這個屋主 他對他的退休的方式 從年輕就已經開始在規劃 他需要一個空間 把他的所有的興趣跟他的喜好 都結合在一起 他很喜歡畫畫跟泡茶 在休閒室裡面 我們就給他一張大桌子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興趣就是射箭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茶室中央的位置 讓他有最寬廣的距離 可以去從事他的休閒喜好 屋主跟我們提到說他們很喜歡到日本 浴室跟它的主臥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用了很大量的木材跟食材的元素 希望有一個像日本湯屋的空間 浴室的天花 一直延續到它的主臥式的天花板 都是用檜木 都有香氣可以從天花板下來 在泡澡的時候或是在房間休息 可以盡量的去放鬆 然後回到一個大自然的感覺 淡水的這個退休宅 它其實算是一個度假屋 屋主他們沒有長時間的住在裡面 但是他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去使用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是用來放鬆 然後用來凝聚家庭聚會的一個場所 在我們的開放空間 它是一個三面都可以看海的一個房子 所以在天花板上面 是用一個烤漆的材質讓它可以反射 把海景看是不是可以印在我們的天花板 有點像遊艇上面的那種氛圍 男主人行動不方便 他已經有在坐輪椅 門的尺度有都把它放寬放大 如果需要到房間休息的時候 透過這個比較寬敞的走道 進入到主臥室裡面 然後主臥室裡面 也有一個完全是無障礙的洗手間 可以讓它使用 不管是他自己去使用馬桶的話 或者是有人去幫助它 都可以讓它更便利 每一次接觸到不同的案子 因為他們的個性不同 喜好不同 所以會激發我們有很多的靈感 所以每一個案子創造出來 都會不一樣 尤其是在退休仔 他們已經有兩三次裝修的經驗 我們更要去接受他們的需求 然後把他們心裡想的那個畫面 呈現出來 空間上面我們能做的就是 幫他們找出 他們不用那麼的辛苦去照顧的材質 他們可以安心的住在房子裡面 不用擔心地板的材料 某一天會發霉 或者是破掉要去找人來維修 就是盡量把住在房子的這個安心的感覺 呈現出來給他們 我們現代人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 但是是不是也同時我們應該開始思考一下 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何能夠保持環境的保護 還有自然生態的一個平衡呢 今天我們將跟著周彥如總監 一起來深入探討一下 這一棟完美的景觀別墅 這棟別墅花費了三年的時間才完成 光是聽到這個公式 你就知道多少的努力 進入到了這一棟別墅裡面 這棟別墅其實一開始起源 存在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在疫情期間 屋主期待能夠有一個 遠離城市喧囂的場所 那剛好他們的朋友在這座森林裡 有一塊這樣的地 那當年是四個好友一起興建這個地方 可是這一戶它沒有完工 屋主心想太棒了 我們可以作為全家人度假的地方 我們其實一開始在接手這個房子的時候 發現它並沒有建造完成 我們希望它能夠先做 準確的一個地級邊界的一個鑑定 能夠明白我們基地所在的位置 到底是到哪裡 我們又去調閱了 早期的一個使用執照圖 配合結構技師 來做完整的一個配金的一個探勘 進而再跟機電技師去做 符合現代化設備 配電盤的規劃 跟單線圖的規劃 從建築四項的立面防水開始 再到屋頂屋瓦的修補跟加強 等等很多很多的技術 工程在室內去完整修復它 那我們跟台大研究所的 植物景觀學家 還有一些大地技師 我們做了很多基礎的碎石 做排水的規劃 將這個房子林地的基礎的關係 做整個系列的重新規劃 每一個階段我們都非常條理的 提出方案選擇 跟業主做溝通 所以在這個過程 為我們後續的合作 變下很好的一個基礎 有屋主百分之百的授權跟信任 然後能夠作為這個合作 很好的一個開始 才能夠去支撐我們完成 後面這麼浩大的工作 在環保的這個議題上 是我們在整個設計的過程裡 跟屋主非常重要的一個共識 由於屋主相當好客 所以我們把一樓 作為一個公領域多功能區的 一個共享空間 首先在客廳的中軸線 一進來我們創造了一個 視覺的端景 有一個造型的壁爐 然後沿著它的兩邊 我們展開了用餐區 餐廳區跟西楚中道 在家具的配搭上 都特別地選擇了一些比較小品 容易去挪動的一個多功能家具 能夠讓屋主能夠在這邊 唱詩敬拜或者音樂會 滿足屋主遠端視訊會議的需求 人臉追蹤辨識的一個系統 餐廳區因為 經常都會有很多的朋友 大型宴客 所以我們特別希望 把一樓的西楚區 能夠設定為一個大圓桌 刻意把室內跟室外做一個連結 把戶外的這個木階 順著建築的兩側做延伸 屋主可以跟朋友 在戶外去用餐跟休息 也可以BBQ 彷彿在一個私人音樂 在一個美好的美食的過程裡面 去共度這個時光 這個藝術品在這一次的畫作中 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焦點 屋主對於藝術的涵揚本身 是很高尚的一個品味跟眼光 我們與他的藝廊經理 透過不同立面的一個呈現跟溝通 讓每一幅藝術品都成為這個空間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明星 為了凸顯每一個藝術品 它的自然的細節跟元素 燈光的使用的標準 是與故宮專業的一個燈光規劃的公司 做合作 能夠為那個立面的畫作 做不同面向的一個調整 二樓的一個格局的規劃當中 順著空間的不同四個機能的需求 順著住位去分隔出不同四個趨勢 中間我們才特別營造了一個 一家人可以共享的生活起居的客廳 順著起居室出來的這個走廊叫 藝術廊道 兩側分別是兩個套房 未來如果有長輩入住的時候 無障礙的一個衛浴的空間 它有扶手跟一些迴轉的半徑 頂部是一個女兒房 自帶衛浴的一個套房的空間 起居室的電視牆的後面 也是兩個臥室 屋主其實十分好客 那孩子又經常在國外 所以他們也希望這個可以成為 客人能夠很自在 來一個居住的一個客房的空間 三樓主要是作為屋主夫妻 他們所專用的空間 特別訂製了一個古典把守 但是把鎖心鎖夾 作為是帶鎖的一個功能 那在這個起居的空間裡面 我們也希望平時可以做一個 所有的夫妻共同使用的一個禱告的空間 採用是一個純白的元素 希望去呼應這個很靜密 然後cozy的一個氛圍 我們希望把這個空間分割成六宮格 起居室跟衛浴的空間 是在空間的核心裡面 然後兩側是男女的主臥 那除了臥室之外 背景牆後面都是隱藏式的衣帽空間 我們先保留了這個建築寫屋 做了一個漏涼的設計 把空間的這種很度假的氛圍 自然就呈現出來 所以在燈光的設計上 我們也運用了兩側挑高的牆面 做了洗牆的一個設計 男主臥的一個氛圍 他比較喜歡保留建築糧 擁住清水膜的一個元素 那女主臥他則喜歡比較溫暖 帶有木質調性的一種材質 兩邊的一個規劃是略有不同 但是空間呢 我們都是讓床頭是朝向正前方 戶外的山景 跟這些山欄都能夠收在它的眼裡 床頭的背後就是他們工作的一個樹桌 能夠有很好的一個自己的一個生活機能 我們重視的是在山區在冬天或者是雨後的一個返潮 首先我們先建置了全屋的隱蔽式除濕的功能 空氣對流的一個功能 衛浴空間的地暖的功能 然後能夠去起到一些保暖的作用 全屋的濾水分成使用進口的鍋爐 希望這樣子的規劃可以在硬體設備整合的時候 它在未來的居住的使用上是非常便利的 從營建的修繕開始 再到景觀的規劃 室內設計 再到細節家具軟瘡的一個計畫面向 那整個過程裡面我們都是充滿著一個很美好的恩典的一個心態去打造它 感恩屋主能夠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團隊去發揮很好的創意在這裡去做落實 我希望它是一個充滿藝術 然後有自然的一個生活的氛圍 希望每一個作品都能夠傳遞這樣的溫度 給到我們的屋主 怎麼樣能夠找到一個完美的結合 找到一個剛好的平衡 其實這個要展現出來的 可能就是像你這樣子有才華的設計大使 提供給不同人不同的作品 自設計團隊在構想上與屋主有深厚的基礎 空間主軸利用光影在幾何造型之間流動 詮釋出空間的個性 以現代語彙重新剥化老宅 打造出兩房一廳的理想家宅 在平面規劃上拆除就有隔間墻 重新安排成寬敞開放的場域 利用墻與墻之間的關聯 創造出場域的虛實 行速視覺的趣味性 工領域空間在手法上 將巨大的梁當作水平線 另外設計出柱子為垂直線 兩條軸線交織出許多節點 穿透層層柜體與層板 將空間立體化 電視小與貴體細節 則採用大量的波浪板與弧形板材 透過大面積落地窗 讓陽光清洩穿透室內 白色空間中以你的光影在幾何亮體表面游移 彷彿有了生命力 私領域主臥室透過圓潤的亮體與線條 塑造空間 睡眠區與更衣間以半開放式的墻面 塑造出流暢動線 位於千里百頁設計區隔場域 領域空間將以藍色點綴出優雅的氛圍 設計團隊善於勾勒空間中奏平的線條 將光影引入空間 不予空間於人的純粹調性 塑造舒適的美學現代宅 28坪住宅 在一房一廳全開放式設計 小米廳房界限把居家生活變成度假日常 在今天的節目將教大家三個重點 我們會先解析28坪住宅別置的開放式格局 接著介紹臥室、客廳、韓溫泉湯匙的一次性布局設計 最後描繪開放式餐櫥與度假感放鬆空間 28坪住宅內以架高木地板劃分出廊道云左右兩區 木質包覆架高區的天地壁 搭配木板液營造暖液 並引入自然採光搭配重點光源全是放鬆氣氛 打破傳統廳房界限 將客廳與主臥安排在同一區域 透過開放式溫泉池作為寝居與客廳的橋樑 完美移植度假居宅自由開闊的技能布局 綠色地屏轉換為專材 打造開放式餐櫥空間 透過揭插界定場域 竟能各自獨立卻相互串聯 下高地屏取代床架 以及一旁擺放的休閒單椅 將星級度假飯店寬敞的休息空間移植到住宅裡 由清俊總監跳脫至深的廳房規劃 重新編排空間機能與全開放式空間 實踐在家度假生活 開放空間破解零碎格局 清潛色微塑押感 隔罩與會增添層次 天花線燈勾勒分野 木百頁增添光線彈性 墙底點綴虔誠信仰 暖光凝聚溫馨氛氛圍 餐桌結合中道擴大檯面 遷入式家具視覺清爽 主臥式色調沉穩 燈式加強插座辨識度 獨立更衣間滿足需求 採光良好的客廳 木質與食材微塑奢華感 愛馬仕局時尚跳色 開放式廚房結合餐廳 開放式廚房結合餐廳 主握線條比例完美 新的美感面面俱到 色彩搭配聚層次感 火焦 anything you don't you don't know where i could go you don't you don't know i could do anything you do you don't know i woke up feeling brand new nice to meet you i bet it's nice to meet me too hello 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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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住设计家以人文角度报道居住者故事运用勤显易懂的设计心知呈现空间住宅美学 我们以国际观的视野深入欧洲设计之都掌握设计趋势与脉动 与多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设计师与艺术家深度对谈 引领观众汲取多元化与跨领域的美学素养 并放野亚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的国际潮流 将世界设计潮流推广给台湾观众 让您在家就能与国际空间美学无缝结会 每周请锁定收看就是爱住设计家